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2018的广州车展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蔚来ES8的六座版本 六座版本有一些小小的故事 我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 先说一下ES8这辆车的整体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最近很火的一辆车 但是它的硬件布置的很高 各种L27到L2.5级的自动驾驶的硬件 包括空气悬架 高低软硬可调 包括480千瓦的前后双电机 都是它的硬件很牛的一点 但是它的软件其实现在完成度并不高 因为之前也出现过大量的软件层面的小问题 比如说4G经常没有信号 比如说Nomi的小人经常黑着脸就跟我没反应了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开理想的那辆7座的ES8 所以这个车就属于是硬件性价比很高 但是软件完成度略低 让人爱恨交加的一辆车 现在它出了一个6座的版本 6座的版本其实最大的意义是中间会有一个通道 让第三排的朋友进出会非常方便 并且使用第三排就变成了有可能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第二排是一个三座的模式下的话 第三排的人坐在那就会像一个大墓碑一样 你前头完全没法很通透的这么一个视觉的感觉 同时小朋友也不乐意 你家里如果两个小朋友的话 坐在第三排的小朋友就像被关在一个小监狱里一样 所以我一直并不推荐7座的SUV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6座SUV的 小朋友可以在第一排到第三排之间跑来跑去 同时视线就好了很多 毕竟中间少了一个座位 外加上第二排的独立座 坐起来肯定比一整排的座椅要舒服 你的车一般就坐4个人 所以6座是我最推荐的一个模式 同时6座可以6年才上线验车一次 而7座的话每两年就需要上线去验车 这都是6座的好处 包括车传税交的都要稍微少一点点 OK我前面的话已经说了非常非常多了 那这个车呢我赶紧带大家去看一下 它的第二排的座椅的乘坐感觉 同时呢第二排还有一些小小的故事 大家看现在我的坐姿是第二排 座椅最靠前的位置 前面呢是我已经调好了前排我的坐姿 在最靠前的模式下还有一拳整的腿部空间 说得过去 因为这样的话第三排的空间就相对来说很大了 现在呢我把它挪成四座模式下 就是后排座椅最大的状态 然后挪 OK 这就是不要了第三排的腿部空间之后呢 就会有四分之三个小臂的近身 然后它这个因为明年三四月份才卖六座的版本 所以现在这里面的很多模具都是比较粗糙的原始版的模具 但是功能还是OK啊 这个扶手箱这边有一个背件 下面呢有一个USB的充电 旁边呢有一个小的储核 基本上就是它的功能性的地方 大家记得理想制造ONE那辆车在发布会的时候 理想说它那辆车是后排为数不多双侧扶手的 这样的话就非常像G18的感觉了 对吧 但是这是单侧扶手 为什么ES8并不能做成双侧的扶手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地方 是因为它的后排是空气悬架 所以那个大气包占了很大一块位置 如果左侧也做扶手的话 这个座椅就不能往后拉了 大家一会看一下这后面 所以呢是结构受限于它并不能做扶手 如果说我想做双侧扶手的话 它的座椅就得往中间拼 这样的话才留出这个扶手往后的活动量 那中间的通道就并不能走人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点 那单侧的扶手其实舒适性就不如双侧了 对吧 OK 坐着还是挺舒服的 因为ES8的皮质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OK 那我现在呢 把座椅调成合适的位置 我现在进到第三排感受一下 我把它调一下 也不用纯靠前 我觉得到这个位置吧 相对来说比较常规的坐姿 OK 这个六座车中间能走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前几天试了宝马的XT 中间是不能走人的 因为它的两个扶手放下来之后 距离非常的近 已经没法走人了 所以中间能走人很重要 来我进去 现在是第三排 大家看到我的这个空间 整体的感觉还是挺通透的 我为什么喜欢六座车 前面已经说了 中间这是没有档头的 所以视线看过去很通透 小朋友也就乐意坐在第三排了 把第三排的利用率就提高了 所以就是六座的一个价值 OK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小实拍车 最后呢 我觉得我还是重度的希望 未来能尽快的把软件的成熟度再提高 这样的话呢 就能配得上它这么高的一个硬件了 OK 2018滚热车展 我是哈罗